为了要培养台湾金融业人才有银行业者 花钱创办了金融学院 免费培育大学毕业生 首先了解金融实务 大学生毕业 除了怕失业也希望找到好工作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资料 新鲜人毕业平均第一份薪水两万五不到 不过金融业却是三万起跳 对于社会新鲜人来说相对具有诱因 而金融业也急着招募人才 像是华南银行特别开办金融学院 免费培育相关科系新鲜人 提前熟悉金融业 还补贴车马费和餐费 希望培养台湾金融界人才 我们的薪资是远超过22K的 3K 4K都有 可是还是我们认为 我们该请到的人员还是没有请到 华南银行分北中南三区 在大专院校招募300位金融科系毕业生 还拼请业界民事上课 虽然结业之后不保障到华南金控上班 但可以免费学习金融业相关实务课程 这些特色让华南银行董事长林明成 对自驾创办的金融学院很有信心 可是我们也在中间 我们当然有小小的目的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中间如果有好的人员的话 我们也跟他先沟通沟通 是不是还可以留在我们这 所以我们这是 我认为是应该双赢的一个过时 富邦金国泰金玉山金 最近也都在招募储备干部 约薪至少6万元起跳 显示金融业都在争取年轻人才 后置竞争力 对于准备或正在找工作的社会新鲜人来说 无疑是一大好消息 UDNTV为非肖博青台报道